以自己以為的長相 原來跟別人看到的有點出路之外 更是證明人的左右臉是有出路的 再進一步加碼玩一個實驗 如果拍下自己的大頭照之後 再從中線對切一半 左邊的我就叫它方格子 右邊的我就叫它歐斯瑪 接下來把我的照片 還有左臉版的方格子 以及右臉版的歐斯瑪 三張照片放在一起 是不是用肉眼看 你就可以觀察出來 長得還真的是不太一樣 歡迎收看花式炒冷飯 What's true and fun 最近有幾個新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怎麼看都看不明白 先前從蔡總統網路流傳那個 抓住青春尾巴的跳舞影片 明明看起來這麼真 那麼動感 可是都是假的 眼睛業障重 而美國總統拜登上了CNN的現場節目 雙手握拳眼睛凝視不知道在哪裡 看這樣子動也不動的19秒鐘 看起來是假的啊 假到不行 根本是搞笑影片啊 但卻是真的 OK有人說拜登高齡快80歲了 真的有老年癡呆了 還有人舉證說他常常口誤 甚至也有影片說他忘了進橢圓形辦公室的路 傻傻就隨著隨乎往前直直走等等 這些影片有些是被承認的 有些是自己意測的 但也有些是變造的 比如說去年11月為了選舉造勢 他到了現場也說還說 哈囉明尼蘇達 可是講台上的告示牌明明寫著 坦塌佛羅里達 哎 明尼蘇達佛羅里達根本是天南地北 拜登老年痴呆了嗎 把造勢地點搞錯了嗎 原來影片上的看板字樣是變造的 他的確是在明尼蘇達 而截至變造的影片已經有超過110萬人次觀看之後 才被推特移除 拜科技所賜 現在不再是有圖有影就有真相的年代 向我隨手一查 老年痴呆加上冷知識 你知道嗎 搜尋引擎的首頁上 就會出現兩邊臉 長得不一樣容易老年痴呆 真的假的啊 先在這邊直接講答案 假的 又是眼睛業障中 這只是一個沒有醫學根據的說法 光看臉是無法預知未來會不會失智的 但現在的科技倒是可以以貌取人 是不是你正在失智當中 根據日本的獨版新聞報導 東京大學的研究小組通過了AI 透過臉部的照片就可以精準判斷 是不是患有痴呆的徵兆 研究是找來了患有痴呆或是輕度的認知障礙的 一百二十一名男女 還有正常的一百一十七名男女來做對照 研究組通過了AI來看沒有表情的正臉照片 區分誰是病人 誰是正常人 結果 AI的準確性 居然高達了百分之九十三 話說回來 左右兩邊臉長的如果不一樣 就是失智症的前兆的話 那地球可能要完蛋了 因為幾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臉左右都是不同的 我自己就有一個經驗 如果你拿起手機用前置鏡頭自拍的話 總覺得拍起來的樣子 感覺起來跟自己印象當中有點不同 原因是因為我們常常透過鏡子 來看看自己長的是什麼模樣 那如果鏡像是左右顛倒的 前置鏡頭在拍攝當中 它雖然也是左右顛倒的 不過透過運算 它會再還原換成真實位置的照片 那就跟我們眼中的自己 其實長得不怎麼像了 小實驗除了說明自己以為的長相 原來跟別人看到的有點出路之外 更是證明人的左右臉是有出路的 再進一步加碼完一個實驗 如果拍下自己的大頭照之後 再從中線對切一半 左邊的我就叫它方格子 右邊的我就叫它歐斯瑪 但我們把左邊的方格子 複製一份貼上了右臉 這就是一個左臉版的方格子 乍看之下 你還以為是我 可是怎麼會覺得有點怪怪的呢 接著我們再把右邊的歐斯瑪 複製一份到左臉身上 完成了右臉版的歐斯瑪 接下來把我的照片 還有左臉版的方格子 以及右臉版的歐斯瑪 三張照片放在一起 是不是用肉眼看 你就可以觀察出來 長得還真的是不太一樣 覺得本尊比較順眼的幫我加一 方格子比較帥的幫我加二 歐斯瑪比較有型的 你幫我留言加三 好啦 先不說我這個稱不上賞心悅目的平凡臉了 就算是演藝圈當中 那些幾乎是萬中選一 可以大聲說 我就是靠臉吃飯的 巨男美女明星們 一樣來玩左臉右臉的遊戲 我們正常臉放中間來比對看看 吳彥祖 張韶涵 或是足球巨星貝克翰 看起來真的差別不太大 五官相對很對稱 跟髮型對稱可能也有一點點關係 但是人家啊 我們來看看真的不得了了 金城武夠帥了吧 左邊合成起來變成 互抖星球啊 不要騙我 右邊合成起來的臉又像是蛇精了 可見金城武的性感下巴 其實有稍稍歪向一邊的 而另外一個原本就以歪嘴聞名的陳冠希 合成之後 誒 我以為我看到了馬東石 就一下又看到了柯次海 國際巨星張子儀看起來就像三個不同的人 說不上哪裡 怪怪的 帥一輩子的劉德華 一下子是撞臉了馬雲 一下子又是拷貝了孤重量 至於趙薇 范冰冰還有孫燕姿 他們半臉合成試驗的成品 誒我都覺得是像在玩整人遊戲了 哪有人長得這樣子的啊 既然左右臉其實很難完全一樣 靠臉吃飯的藝人們 對於哪半張臉要曝光在鏡頭前就十分講究了 像是甜心教主王心靈 他就堅持以左臉示人 而二姐姜惠 他也是一個左臉王 而隨唐卻是反其道而行 他愛露出他右邊的瓜子臉 還有老牌歌手葉愛玲 更是出名的葉右臉 這本來就是青菜蘿蔔各有喜好 偏偏還真有專家抱持著不實驗 無寧死的態度做了研究 2012年美國維克森林大學的研究人員 針對人們對左右臉的偏愛程度展開了研究 他們分別先找了20個人不同側臉的微笑照片 並相應的做出了每張照片的鏡像圖 然後研究人員就讓37名參與者 根據自身的喜好對這些照片打分數 結果發現無論是圓圖或是鏡像圖 左側臉的照片評分都是更高的 參與者在觀看時 瞳孔也放得更大 這也就意味著說 參與者普遍認為 他們看到的左臉 比右臉更有吸引力 而這個研究團隊的成員認為 這樣的結果跟 大腦右半球的情緒優勢假說是有關的 也就是說 人的大腦分成左右兩邊 左腦就主張著思維邏輯跟判斷 右腦主張著情感還有直覺 在右腦對人身體的控制是交叉的 也就是說 右腦對身體的左側影響更大 因此情緒更容易在左臉展現 比方說 你開心的時候 聽說是左臉看起來會更加開心 比右臉更加討人喜歡 不過也有學者駁斥了這樣的觀點 認為說 左右腦根本沒有明顯的分工或是優勢 這個研究結果只能算是一種猜測而已 那左右臉不對稱除了天生基因之外 也有後天的影響 比如說 吃東西你習慣都用同一邊咀嚼 會造成咬肌更發達 那你的臉型就會走蹤 還有就像是你經常用哪一隻手 拖著下巴 以及睡覺 側睡的時候習慣是擠壓左邊 還是擠壓右邊的臉部 甚至是你習慣用嘴巴呼吸 還有你有脊椎側彎 或是骨盆歪斜等等 這些居然都會影響到 你有大小眼、高低眉 或是歪下巴 那網路上還流傳一個方法 你可以自己檢測一下 臉型是不是嚴重的不對稱 那現在請你跟我這樣做 第一個 你要閉上你的眼睛 手指放進到耳朵裡面 這樣子閉起來 你要張大嘴發出啊的聲音 然後啊的這樣子口型 你要重複的張嘴閉嘴的動作 如果你有聽到聲響的話呢 那就代表說你的臉型是有歪斜的 或者張開的時候 你是Z字型的張嘴 那你就是不對稱的 如果這邊你不確定說 怎麼樣才算是Z字型的張開嘴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用手機錄下來自己看 然後你就會發現 嗯 原來自己也挺能模仿癩蛤蟆的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請不要忘記按讚、分享出去 至少留個言 什麼柔主好人一生平安隨便都好 花式炒軟飯、花式趣味人放 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